有4450块 专家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的整个反射面 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球面 一旦要观测不同方位的天体 它背后与钢锁编制而成的 一个巨型的碗状的网 世界上首个应用这一技术的国家 钢锁网对它进行逐一安装 反射面板总共有像一样 它可以随着天体移动 靠变形来转换天线的方向 精确定位 我国是 看到在我周围的这些银色的三角形 它们就是反射面板 一旦铺装完成以后 这个望远镜的反射面 将达到25万平方米 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 完成目标达到了56% 预计到2016年的4月 而之所以要把望远镜建得如此巨大 它的原理和 通过反射聚焦 它能把几平方米到几千平方米的信号 聚拢到一点 而要想收到更清晰更丰富的信号 锅面自然越大越好 据介绍 Fastra建成之后 它的综合性能要比现在世界上最大的 阿雷西伯望远镜提高10倍以上 即使远在百亿光年外 极其微弱的射电信号 它都有可能捕捉到 从而使我国的铁反射面的不同区域 形成300米直径的顺时抛物面 来汇聚电磁波 就像学文观测能力 伸展到宇宙的边缘 我国升空探测能力 我国升空探测能力 至准水